學者農曆過年快到了 江西広倫社區為了營造不一樣的過年氣氛 也讓長輩學習才藝 特別邀請了專業的老師 利用硬頸的紅包袋 製作成喜氣洋洋的燈籠 最適合在過年做居家白事 原本代表福氣吉祥的紅包 不但討喜更是人見人愛 不過經過創意組後 就能做成有名為的硬頸燈籠 所以広倫社區特別邀請老師來指導 讓長輩手腦並幼學習才藝 簡單的拗整拗 用定書機針 定書機 轉這樣 組合之後 店面再製建一下 拗好就變一個紅燈籠 因為過年了 長輩做一個燈籠好過年 我們今年用紅包袋 來做這個燈籠 讓我們這輩子可以運用頭腦 來讓我們手更靈活 可以用鏡帶回家 大家比較留在家 比較留在家 阿公阿媽拿著紅包袋 經過簡單的指摺跟固定後 就能做成精美小巧的喜氣燈籠 大家都覺得非常實用 而且還要將技巧分享給親友 來以前 不知道這個紅包袋 就是現在有老師的指導 做起來喜氣洋洋 新年快樂 喜氣洋洋 我們不會讓老師都會把我們教 對 所以做這個 大家都是 來這裡大家互相運動 互動很好 我們這社區老師 是多好的 都跟我們教 教我們這個手工藝 還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對 做旁邊大家開工 叫大家都把紅包袋拿來做燈籠 對 你看我們做起來 釣起來這麼漂亮 做紅包燈籠 快個臉大家喜氣洋洋 我今天在這邊寫的 回去可以跟我家人一起分享 對紅包變燈籠有興趣的民眾 可上臉書我們的袍倫社區粉絲專頁 邊看影片邊學習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採訪報導